謝謝明蘭 來看高雄的消息 今年八月 這個行事叫破優秀以來 最大眾的安徽 打明的毒品的招數案 同時一個生意的主席 用匯輪 將這個毒品為外來的外海 載到高雄港 同時載用毒品的匯輪 叫匯燕河 給高雄提供訴訟的考驗 因為等時間沒在做生意 沒賺錢 聽準也是要錢 所以說為了保全價錢 決定委託進行打賣 發生在一月七日開始要打賣 這個地價多少 兩百八十八萬 今天這個開後民眾頂準參觀 有很多人去遊覽 標沒有標到 寒險署退下來才沒有標到 那個海島國我們需要這些船隻 最主要在看它裡面的機械跟設備 評估它指標兩百八十八 那兩百八十八本身就應該是 這條船的這個鋼架 看它裡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零件設施還不曉得 要評估完之後才可以決定口標的資格 一隻飛營河一九九六年起座 總共四百九十一檔 全身五十點四公車等 全看九點六公車看 今年八月感謝特殯 走出安慶 飛河南外海再到高雄港 運動會員飛營河 叫高雄地驗室靠起來 因為等時間停在買頭 在那機械開海去 當時沒有很多天可以飛沖 所以才會飛頭打賣 已經命令一過車禮打賣 去廟介紹兩百八十八本 為了保存在燒川普的價值 主播高雄分屬於便將開賣 此燒貨輪抵價為兩百八十八萬元 今天一早開放民眾來這裡看 請親自有興趣的民眾來這裡看 如果到底想要表達這家村 會用多少技術給它打不下去 也請做關注的焦點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下注文ショ Frederick 吼 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